温馨的5月 吉安香浩客艺术村充满了欢乐的气氛 宽敞舒适的广场空间 还有幼儿园亲子趣味活动 以及社团举办的环保包彩绘DIY 现场还有五月般的音乐飘扬 而吉安香长游淑珍也鼓励乡亲们 多多走出户外一起回复快乐幸福的生活 星期六天气晴朗 吉安浩客艺术村传来欢乐笑声 看到城市太极的大哥大姐们今天不打拳 反而来彩绘背包 也看到他们充满艺术文化的能量 我们是城市太极拳协会 虽然我们每天练拳 可是我们打拳的人就带进去一点艺术的气息 就是把这个艺术带入生活化 生活带入艺术 那我们今天做的是环保的那个背包 就是大家做一个自己属于独一无二的包包 可以背出去代表自己的那个作品 另一边芝麻孙幼儿园举办母亲节亲子活动 场面非常热闹 刚开始我们是让小朋友跟家长在外面做亲子活动 绿洞值得跳绿洞啦亲子活动闯关游戏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就是在里面 十号馆里面 然后我们是让家长跟小朋友一起做DIY 画那个包包 既然向南游淑珍特别到场和大家互动 她鼓励乡亲多走出户外参加各式活动 让身心更健康 浩克艺术村充满了多元 充满了精彩 跟充满了欢笑声 孩子的嬉戏声 还有音乐声 桌彩多姿 欢迎大家一起来 欢迎我们的乡亲 如果您最近压力很大 如果您最近不知道要去哪里 请大家首选浩克艺术村 这五款是早上的每200岁的老树 还有便利的一个场域 跟不同的惊喜 天天的欢迎大家 每周每月的我们的艺文的展场 都是非常的特别 也非常的精彩 浅然浩克艺术村 欢迎大家一起来 宽敞舒适的广场 百年老树遮阴 馆内有精彩的艺文展览 还有古约般的音乐演奏 以及各个社团在这里举办活动 游淑珍欢迎乡亲 常来浩克艺术村走走 可以让生活更有趣 这旅会浅然相报道 部门没反应 这旅会在我们话 练习的广场 大树 这是第二种 短线男谷 这条文件 这是不知名的 看看